在2021年 一個22歲的美少女因為一個妙想天開的計劃 竟然踏上了吾花一分一毫 而藝裝成為高貴名媛的21日極端旅程 更加引起了社會熱烈的討論 大家好 我是原子 今天我們就來講講這件事件 今次事件的主角叫做周瓦琪 生於1998年11月11日 在北京朝陽區居住 在2021年他年約22歲 是中央美術學院的本科學生 而中央美術學院是中國教育部 唯一一所藉屬的美術學校 多年來很多知名的藝術家都出自這家學院 所以他在中國美術界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而周瓦琪就在當中的實驗藝術學院主修社會性藝術 在畢業之前 他需要拍攝一條有關社會實驗的影片作為畢業作品 於是他凌機一觸 打算以資源分配作為作品題目 計劃在2021年5月1日至21日 在北京不花錢過著名媛的生活 還將過程拍下來 在這個計劃開始之前 他就花盡心思令自己裝扮成名媛 首先他將計劃告訴家人知道 母親聽到之後都很支持他 於是就出錢協助他購買扮成名媛的裝束 他先買了一個假的愛馬仕手袋 再用了18元買了一隻假鑽戒 和兩條非常耀眼的山寨鏡鏈 之後他又買了一個彩裝盒 還將他隨身攜帶 事實上周雅琪皮膚好白 五官精緻 而他化上鮮艷的濃妝 戴上一副太陽眼鏡 再拿著一個看落名貴的手袋 的確散發著高傲千金小姐的氣質 而當一切準備就水之際 他就在2021年5月1日正式開始計劃 他帶著手機和拍攝用的三腳架出發 會跟著下來的行程設計不同的關卡 但對於一個大城市來說 一個星期不用錢已經難過登天 而周雅琪要連續21天不用錢 還要過著名媛高貴的生活 究竟他有什麼描計呢 首先周雅琪第一個關卡 是要進入北京大興機場的頭等倉休息室 但是要進入休息室 必須先買一張機票 而為這件事 他就想到一個不用花錢都能夠買機票的方法 在5月1日 他來到了距離學校不遠的一間女僕酒吧 當時這間酒吧只是進行宣傳活動 客人不用消費就能夠免費獲得一杯酒 於是周雅琪就忽發其想 向酒吧的老闆提出條件 他指自己願意不收工資在酒吧工作 還協助他們在漫畫展的事務 不過他就要求酒吧老闆給他免費吃和住 和送一張最便宜的機票給他 還支付他往返機場的車費 酒吧老闆答應了他的要求 於是周雅琪就開始是酒吧借宿 之後的三天 他都穿著一件黑色的女僕制服 在漫畫展工作 工作期間 他有時會積極向圖人派發女僕酒吧的宣傳單張 一時就會成為車模 擺出不同的姿勢給攝影師拍照 在完成工作之後 他就回到酒吧休息 這樣的生活維持了三天 酒吧老闆兌現承諾 為他買了一張機票 他完成工作之後 馬上從漫畫展前往大興機場 雖然機票到手 但是他的第一關還未完成 因為這張價格為人民幣190元的機票 只是屬於平價倉位 而他的目標就是進入頭等倉休息室 不過在進入休息室之前 他就要切發在機場享盡所有福利 首先他來了幾間年鎖餐廳 拿走了很多免費的食具和調味料 同時他又向食店職員拿冰水薄荷糖 然後他就在一間母嬰室洗澡 換上一套私勇運動衣 再走到安檢區過夜 第二日他以平價機票通過安檢區之後 就拿出一張自己列印的頭等倉休息室專屬牌 果然他憑著這張自制的牌進入了頭等倉休息室 成功通過第一關 之後他在休息室度過了四天 期間他一直自出自入 晚上就在洪湧梳化上睡覺 同時休息室每天都有三個免費的自助餐時段 他每次都把握時間 是自助餐時段吃得很飽 而且他還會把很多食物帶走 而被日後享用 而機場除了食店之外 還有很多名牌店鋪 於是他就帶著一個破舊的膠袋 就進入了名店Gucci的店鋪 表示那個袋爛了但他趕著登機 請求店員給他一個Gucci的購物紙袋 然後店員異話不說地給了他 周雅琪拿著這個印有Gucci商標的紙袋 令人以為他剛剛在名店消費 誰知紙袋裝著的全部都是他由餐廳拿走的食物 結果他順利完成第一關 而接下來的第二關 就是挑戰大家都熟悉的地方 周雅琪離開機場之後 周雅琪離開機場之後 就前往儀家傢俬 在早上他就在儀家傢俬的床上睡覺 不過由於儀家傢俬晚上會關門 所以他每晚都會離開 回到女僕酒吧睡覺 而為了不用錢吃東西 他會走到不同的超級市場 靠市食區的小食填肚 有時他會走到海底撈火鍋店 有店員發現他坐在店內很久都不點餐 於是就上前詢問 當時周雅琪派出一副可憐的樣子 表示自己在等朋友 但是朋友一直都未到 店員都認為他被朋友冷落很同情他 所以他們給了水和一些食物他 例如湯圓 甜品和水果 又送了一些玩具給他 令他不會那麼悶 甚至有店員被他在員工休息室過夜 周雅琪憑著美麗的外表和出色的演技 成功騙了很多人 令他目前都沒有洗過一分錢 不過他的任務還未達成 接著下來他決定挑戰下一個關卡 他計劃運入北京市中心的珠寶拍賣會 這個拍賣會的場所位於北京 王府井的一間五星級酒店裏面 距離周雅琪的望京區相距20公里的路程 為了不用支付車費 周雅琪就決定報行到王府井 途中他仍然多次在儀嘉嘉獅和其他店舖裏面休息 又走到免費飲食的地方 或者運入婚禮吃東西 雖然過程很累 但是他仍然每晚堅持疏洗 然後第二天的早上悉心打扮才外出 所以他花了足足兩天才走完這20公里 終於他來到王府井 當時他向酒店的住客借了一張珠寶拍賣會的邀請函和圖冊 又到了時裝店借了一些衣服 終於時間來到拍賣會當日 也是他挑戰過千萬關卡的時候 一如以往 周雅琪掃了紅唇膏發了精緻的妝 戴著閃亮亮的項鏈和拿著假的愛馬仕手袋 而且他還特意把手袋打開 將借來的拍賣會圖冊放進去 還露出一半 試圖令拍賣會的工作人員 誤以為對方是來選購收藏品 會落力遊說他購買商品 如他所願工作人員主動給他帶上價值不非的珠寶 例如過千萬人民幣的翡翠手額和60萬的戒指等 而和機場頭等倉休息區一樣 拍賣會裡面有免費的香檳和很多高級點心 周雅琪也沒有放過這些機會 而享用這些美食的時候 更加有工作人員跟他說 不要緊 你吃完我們會叫廚房再送一些來 另外拍賣場有保安人員見到周雅琪孤身一人就不斷踏散 保安員主動為他拍照 服侍周道 更加要求他加微信 保安員和工作人員都可能認為周雅琪是一個名媛 而且又年輕又美 才會有這麼主動的表現 而完成了機場和拍賣場兩大難關之後 周雅琪就挑戰最後一個關卡 他去到一間設備應有盡有的五星級酒店 而這間酒店的自助早餐由六點鐘開始 一身名媛裝扮的周雅琪竟然能夠直接走入酒店餐廳 沒有人阻止 他吃完早餐之後就在酒店大堂睡覺 醒來之後他又享用桑拿 健身室 泳池這些設施 之後有職員發現他沒有租房 他就方稱自己只是沒有續房 但想離開之前再洗個糧和保安 職員沒有質疑他的說法 更加讓他繼續使用酒店設備 就是這樣計劃終於圓滿結束 他如願地在二十一日內不用一分一毫 但就以名門的身份出入高貴場所 周雅琪在整個旅程裏面 一共拍了多達256GB的素材 而在旅程後一個月 他將這些素材展輯成畢業作品 《瞬間所有制》 還在中央美術學院畢業展上展示給公眾看 而他也順利畢業 但是在三個月後 周雅琪奇特的史跡就突然在網絡上爆紅 引起網民熱話 事實上 瞬間所有制在畢業展展示的時候沒有得到很大的迴響 但當周雅琪在9月13日 將影片上傳到中國影片平台Bilibili的時候 影片的瀏覽量就在幾天內迅速突破200萬 當時網民對影片的看法不一致 有人認為周雅琪本身就是一個真名門 因為他談吐舉止都充滿著貴氣 同時知道高級場所裡面哪有免費服務 對五星級酒店的設施都療如指掌 又能夠跟名牌的店員對話 並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到 有人直言他是真名門藝裝假名門 又說就算不是真名門 應該家庭條件都不錯啦 不是怎樣辦都辦不齊啦 同時也有很多人批評他的行為 認為他以實驗的名義騙飲騙食 但就說是進行藝術創作 也有人留言勸喻他以後不要再這樣做 因為可能有人會認為他詐騙 除此之外 有網民要求他注意自己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身份 更加有人認為他的行為只是為了出名 相反有人也支持和讚賞他的實驗 還表示佩服一般人真的不敢這樣做 有被作品深刻震撼到 都有一些零誤 不止用什麼言語來形容 原來世界可以這樣 就是網民熱烈討論的時候 周雅琪就在微博發文 同時也拍片回應 她表示自己其實是無產階級 並不是名媛 她強調在這21日內能夠表現得像名媛 只是憑著她高超的演技 同時花了長時間準備 另外由於當時事件在網上爆紅 吸引到很多媒體的報導 但她就認為那些媒體故意放大了名媛一詞誤到讀者 令很多網友都誤以為她是真名媛 之後她解釋了製作這個作品 瞬間所有制的背後原因 她表示自己一直都認為過剩的物資 往往會分配給富裕的人 例如能夠免費睡覺的酒店大堂 酒店自助餐的食物等 她在這裡思考 少數人能不能夠透過社會過剩的物資 松容地生活 於是她就假扮成物資腐足的人 混入其中測試這個想法 最後她還以富有哲學味道的句子解釋 擁有支配他們只是一瞬間 但是連續的瞬間就是永恆 我說可以擁有支配其他剩餘物資 而她這則微博貼文 收到過萬網民的讚好和過千留言 就是這樣 她就成為了微博熱手榜的第一名 其後瞬間爆紅的周雅琪接受了記者的訪問 在這個時候 她和影片中假名換的形象潘若兩人 她指出自己為了畢業作品準備了超過兩年 做了很多籌備功夫 例如去每個地方提前彩排 摸清楚哪有免費的食物 哪可以免費過夜 哪家店舖24小時營業 她表示不能夠在同一個地方留太久 否則容易被釋破 當她被問及為什麼表現得那麼像名換的時候 她就回答 這些都是我的演技和精心安排 才騙到大家 周雅琪憑著這條影片 瞬間在網絡上爆紅之後 她就開始投入藝術工作 在2021年年尾 她和一家中國藝術公司簽約 成為了旗下的藝術家 這間公司的藝術家都是90後年輕一代為主 自力包裝和推廣藝術 而周雅琪的創作類型就包括了行為藝術、影像、裝置等 她至今仍然不時獲得邀請出席不同的藝術活動 正所謂人靠衣裝佛靠金裝 雖然傳統思想教我們不應該以外表來評價一個人的好壞高低 但的確不論是內地、香港或者世界各地 古今中外都反映出一個現象 就是只要身份地位看下去比其他人高人一等 就可以享有受人尊重和不平等的優口待遇 那你又有沒有被周雅琪的行為所啟發呢? 還是像其他網民一樣認為他只是以藝術之名騙任騙食呢?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一起來投稿吧!